4月12日,应转情,进驻第九日,今日34人来,38人不来,昨晚医护人员三点不休息,六点又起床工作,询问酒店好师傅店员情况,有发电机。 这本工作日记的主人,康广渊,是山西省静中市隔离酒店的工作专班负责人,为更好应对疫情防控工作,4月4日,康广渊与医务人员民警等在此集结,组成了13人的工作专班,驻守静中市首批定点隔离场所。 4月4日,隔离酒店工作专班组建完成后,医护人员集结,首批隔离人员乘转转运车一一抵达,日记中写道,这天康广渊一夜未眠。 每天的日记中,都能看到人员统计,工作计划,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。 4月7日,记者看到当日的日记比平时长,由于工作人员长时间没有休息,诸多问题开始显现。 最终,经过科学分组,各部门工作人员互相帮助,在确保防护安全的条件下,将问题有效缓解。 我们就是总共是6个人,小时6点去了,11点半,回来,隔离人员多,我们收拾完了才能再出来。 目前,隔离酒店已有112名人员入住,康广渊他们的工作看似简单,却需要24小时全天候值守。 为保证连续作战,身患糖尿病10年的康广渊,只带了一包常用药,就赶赴一线。 采访中,康广渊接到新通知,几小时后将会有新一批隔离人员入住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